这是不能 由此获得远通 这是对欧难说的 前面由博尼索托 就是由这个法子入门 并不是说个个不能 而是现在对欧难说 这个话以后不必再说 就顺着文字解释 第二是选这个 选这个圣城 因生杂语言 但依民俱外 一 非函一切 云和获远通 这是生辰 前面 这个焦尘如 焦尘拿 他是文佛所说的四弟生 由此 修行开悟 这个罗汉国 所以生辰为上 现在这里说明 因生啊 凡是外界的因生 里面 混杂着 语言文字 佛在世的时候 文字还没有 顺形 一般修学 佛法都是用 口传的 那么 彼此互相口传 我听到的 我小姐你听 你再传给别人 那么这样子 这个音生 那么到了后来 有文字了 就是 总不说 明 俱 味 这个味啊 就是指这个文字里面 所显现的 这个意义 意味 意义 心意就叫做文 就是文字 字 就是字 明 俱 文 有三个 就在 这个 维世家 白法里面 二十四种 不相应里面 有这三种 明 名声 巨声 文声 那个文声 就是这里的味 上面那个 一字 古人的解释 有多种不同 那个 文灵界 环禅师 在要节里面 他对这个 一 他就 训组 为 树心旁的 为 思维的为 他说 一 为也 没有解释 那么 其他的注词 或者是 一 就是是 是非的是 有些解释 一就是 彼 彼此的彼 是不是这样子 我查过 这个 行音译 这个字 并没有 我一字的 这个说法 那么 是 是 也没有 而这个 字啊 是第二代名称 是你 我的你呀 它用途在这里 或者是第三者的代名称 只是代名词的代用词 那么 因为 这个一字啊 如果在这里用这个一字 并不是很正确 那么 有一部注词里面说 古代 宋朝啊 不是很古了 宋朝的全道本 跟 绍兴本 就是宋高宗 南宋高宗 绍兴 绍兴年间 所印出来的 楞严经啊 跟这个全道 全道是宋孝宗 南宋宋孝宗 全道年间 所印出来的 流通的 这个楞严经 这个一字啊 是用这个依靠的一 依靠的一 仁之旁 义扶的一 就是我们说 古义三宝的那个一字 所以他用那个一字啊 一字就很显明了 是原来可能是那个一字 因为宋本的藏经 那个时候已经有 在哪里变成藏经的模型了 而楞严经呢 无论是孝心本 与全道本 这两本的经文啊 这里看 但一名即位 这个一啊 不是这个一 不是这个一 而是古一的那个一字 如果是用古一的 那个一字呢 那意思就很通了 不用显示 因为这个音声杂语言 后来都是明记文 都是依这个明 明声 俱声 文声 而来表达它的意义的 所以用一字更显明了 一回寒一天 就是说 这个明语文 这些文字啊 不能够一句里面包含一切法 一句里面要显出一些意义 很少 不是完全没有 但是这种很少 如果靠这种方式 要求远通 恐怕恐怕就很难了 所以一回寒一天 云和获远通 怎么能够获得远通呢 嗯 那么这是卷调生辰 其次啊 香辰 嗯 这以下的比较容易了解 啊 香以何中之 立着圆无油 不肯提手绝 云和获远通 香 香辰 鼻子所对的香辰 啊 要跟这个香辰 香合 鼻子的气 跟这个外面的香辰的香的 这个气味相合 才能够知道有香 哦 这个香很香哦 是橙香 还是檀香 一闻 闻到那个味道 就知道它是什么香 啊 立着圆无油 如果离开那个香味 鼻子跟那个香辰离开 远离的话 那就没有啊 这个香臭的感觉了 香味的感觉就没有了 所以立着圆无油 就根本没有 那么这个修法呀 不肯提手绝 很 很长 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在闻香 偶然闻之而已 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在闻香 所以这个不肯提手绝 绝是绝绝绝绝这个香味 不能够这样一天到晚闻到那个香味来观察 那么怎么能够修行得到远通呢 愿何或远通 只论这个合一礼 就可以明白 这个不是常修之法 这是香称 其实是味成 味是舌头所制造的味道 味性非本然 要于味时有 其绝不衡意 愿何或远通 味是味道呢 吃东西 舌头制造 甜酸苦辣 种种的味道 这不是说 不吃东西平常有这个味道 非本然就是 不是平常是自然有这个味道 假如你不吃东西 这里没有这个味道 而舌头也没有办法制造味道 那么你就是一天吃 吃三餐饭 总是在吃饭的时候 说这个菜是什么味道 甜酸苦辣 你才能够分别 不吃东西 没有办法 就不知道有这个味道 所以要于味时有 味就是肠 吃东西 吃东西 肠到这个吃的东西 那个是碰到了 就知道这个味道 有什么味道 那么这个觉知也是不恒常的 跟前面的 不恒其所觉 意思相同 提觉 不恒意 不是一天到晚 都有这个吃东西的感觉 那么因此用这个修法 要求证缘通 那也就难了 所以这是说 其实身干罪修成 处已所处明 无所不明处 合理性非定 愿何或远通 处 身干罪修成 必定要有所处的境界 处 必定要有所处的境界 才能明显修成的感觉 如果没有所处的境界 就没有办法感觉出 这个处的境界如何 所以说 处已所处明 无所不明处 没有所处的境界 就不能显明出 这个处的境界 那么这也是以何中之 相未处 三番都是何中之 理就不知道了 合理性非定 合了才知道 理了就不知道 那么这个提醒不一定 经常都会发生变化 那么要靠处成来修正缘通 那又怎么可能呢 云和或缘通 其他接下去 剩下这个法成 就是六成里面 身相未处 然后就是法成 然后就是法成 法成为内成 平成必有所 能所非便舍 云和或缘通 这个法成跟前面五成不一样 前面五成是有限 现今可以体验 有形有相 眼看着色 而听着声 那么现在这个法成是内成 什么叫做内成啊 内心里面的沉浸 这不是在外面 因为这个 一根对法成呢 是最前面前五成落泄的影子 眼睛看到的什么颜色 这个颜色的影子落在 第八十中 耳朵听到的声音 也是把这个声音的影子 落在这个第八十中 然后没有事的时候啊 一根去对着这些 色相相未处的法成呢 去分别 必定要凭证前面五成境界 那才能够显出这个法成的情况 所以说凭证必有所 凭这个所缘的法成的 这个前五成的境界 必定由前面所留下来的成境 那么这个能所非便色 能 能知 能知就是一根 所知就是法成 这个能知的一根 你所知的法成呢 不能够同时 周边通通的观色 能所非便色 我们举个例子 例如你现在心里想善事 我今天早上拜了多少拜佛 我读了什么经 我念了多少佛 我打坐多少 这个时候你在想善法 圆的是善的法成 那么这个恶的法成就显不出来 不善的法成呢 就显不出来 就不会同时圆 圆善法不能圆恶 更不能圆无计 如果圆恶法 恶法的法成 也不能圆善法 也不能圆无计 圆无计的时候 善恶都不行 所以叫做非便色 简单说 你的心只能想一种境界了 不可能都想了 那么都想的话 也是一个想完了再想一个 不能够同时一下子 把这些善哪欧啊 无计啊 通通讲出来 三性同时 必讲出来 不可能 所以叫做非便色 有些读解说 这个便就是圆 色就是通 就是说 这怎么能够对圆通呢 如果这样是结案 跟下面那一句变成重复了 因为下面有意 云和或圆通 那么如果是 以这种的不能辩设的 这个法成 想要证圆通 那怎么有可能呢 是不可能的事情呢 所以法成也不是 欧难所修士法 也把它卷掉了 那么前面就是前区六成 然后啊 捡这个六根 六根里面的耳根源 都是当机该修的 是留在后边 这里只捡五根 耳根留后 就是眼根 鼻根 色根 身根 意根 把耳根留后 见性虽动然 明前不明后 视为亏一半 云和或圆通 这是句 解眼根 眼根的视力 看前面 看两边 见性虽然动明了 重是明的意思 重然就是说 眼睛看出去 所有的境界 现在很显明